首先,让我们欢迎来自美国佛罗里达的张力旭同修与我们分享 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女儿十几年的皮肤病彻底根治 忧郁症康复痊愈,事业有成,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恩师卢俊恒台长 今天,我是怀着无比感恩的心,将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和诸佛菩萨隆天护法 台长师父和同修们,分享我们家修行心灵法门三年以来 在我家孩子身上发生的灵验事情 2015年1月,在当地共修组组长师兄的帮助下 我们家里设立了佛台,我和我先生开始修持心灵法门 在此前的十多年里,孩子患有湿疹 病变主要分布在四肢关节和脚踝上 用药后症状缓解,之后又复发 因为腿脚皮肤病,孩子多年来都不敢穿裙子 我们修行心灵法门一个半月,划送小房子二百张后 孩子腿脚上的溃疡和红肿重症就基本消失了 心灵法门如此之灵验,见笑如此之神速,我们欣喜若狂 皮肤病的根治,让我们坚定了对心灵法门的信心 相信三大法宝会化解我们家所有的问题和烦恼 孩子的第二个疾病是抑郁症 上高中期间,孩子每天早晨起床非常困难 他说感觉有大山压在身上 当时,我们以为可能是孩子高中的课程太多,太难,太累造成的 他在高中期间,共计修了十三门大学一修课程 每天晚上一点左右,才能做完当天的作业 早晨六点,要起床去学校参加校乐队排练 后来,在大学期间,忧郁症状,愈加明显 大处与人交往,少言寡语,不喜欢打扮 身心极度疲倦 周末他一觉就能睡三十多个小时 典型的嗜睡症 粗心的我们一直没有意识到 这些症状会是一种目前医学上无法治愈的疾病造成的 直到2010年夏天 他到路易士安纳州立大学 参加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举办的生物信息暑期班 他浑身发懒,不愿意上课 便去看了大夫 大夫说他患上了抑郁症 我们回想他几年来那些症状 疲倦 试睡 试睡 独处 便秘 无语 至此我们才知道他已经抑郁多年了 便秘造成他不敢吃米面主食 只吃蔬菜和水果 长期生吃胡萝卜 让他的脸色辣黄 自从被诊断出抑郁症 他就开始了漫长的吃药旅程 药物只能帮助他暂时舒缓一下精神方面的不适 但是并不能消除其他方面的症状 其实最让我们担心的是怕他轻生 据报道 抑郁症病人自杀概率别为一般人群的三十倍 所以当听到有学生发生意外的恶号时 我们心里惊恐不安 这位自杀的学生惋惜 因为自己的孩子担忧 孩子远在千里之外求学 身受病痛折磨 又要完成大学课程 他独自与病恶斗争 天天在悬崖边上走 我们多想帮忙可怜的孩子 可是我们有心无力 那些日子我们全家度日如年 感觉生活在人间地域 当我们有心结缘心灵法门 犹如酒汗风干淋 此前的无助又无奈 瞬间花着我念经的强大动力 我每天念经十几个小时 从2015年2月1日至2018年3月15日的三年多时间里 我和我先生送过给孩子的药精者 赠送小房子2600余张 放生鱼没有计数 许愿20余个均已完成 今年3月底 孩子从外周打电话告诉我们 完全停要两周了 没有任何不适感 多年的苦难终于熬过去了 感恩让我泪流满面 是观世音菩萨和师父救了我们 是心灵法门救了我们全家 菩萨和师父的慈悲之光 永远常伴 孩子是2016年5月份研究生毕业 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工作 我先生在佛台前 跟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妈妈发愿 第一次我想把新加坡灵山法会上 做义工的所有功德 转让给我的女儿 让她能够找到一份理想工作 抱佑她能够学以致用 自食其力 成长为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再抓紧时间给她念小房子 帮她宵夜 我爱人2017年2月22号回家后的第五天 孩子就接到了电话录取通知 得到了专业对抗的工作 没有修心灵法门之前 天天期盼孩子来电话 让我们起码知道孩子还活着 而每次通话 电话那头传过来的第一句话 总是Tired 现如今 精力充沛的她 告诉我们都是开心快乐的事情 上个月 她独立完成了一项课题 被公司节省开支150万美元 收到公司的特别嘉奖 通过我们夫妻二人修习心灵法门三年多时间 我将孩子身体恢复健康 找到如意工作 再次证明 哪怕没有打通失误的看图等电话 只要一脚凤行 如理如法运用三大法宝 一样能够心想事成 最后 请让我用我们每天上香时 对菩萨说的三句话 作为今天分享的结束语 我 今生今世要永远跟随 观神菩萨 修行学佛 永不停息 永远不变 跟随卢俊宏台长师父 弘法度人 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坚令不移为虎 心灵法门正法 以上文字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观神菩萨原谅 请诸佛菩萨原谅 请隆天护法菩萨原谅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观神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 感恩隆天护法 金刚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 卢俊宏台长师父 感恩法师和同修们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